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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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算了 这个家里条件有限 那没办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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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的方都只有学术书那里的地方 啊 没办法 条件不好 没办法 阿师要改 啊 好吗 嗯 嗯 他要不要改 改一改 没办法改的 你就这么放吧 没办法改的 菩萨不一定会过来 但是菩萨会在他比较远 应该是地方会给他一点 会看得到他的佛才 但是不会上佛 看掉就可以了 好吗 明白了 哎 台湾 早上你 有我的灵花一大红十四海 我要去新加坡种灵花吗 我不知道啊 人家八九万人都去了 你去不去 对这个 中灵花 中灵花 我刚才在新加坡 收地址的时候 我答应我问中灵花 你等我这灵花一大糊涂了 你自己说呢 如果我都说你一大糊涂了 你这个莲花要不要种啊 哈哈哈哈 要 要么就好 要么自己就 自己就设想一点了 去种种莲花试试看啊 嗯 嗯 试试看啊 嗯 还有如果 金刚才大家翻炒一顿去那场 跑一顿外面啊 啊 跑一顿西区 对啊 跑一点 开炒就都放点七场 到那个拜师会场的外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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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翻炒一顿七场出来了 跑出去啊 嗯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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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我听不见你啊,我听不见你声音啊 现在听到了吗 现在听到了 我听到了那种烙印不好的还有第九十天的烙印全部清洗掉,可以吗 把你的六十天中,七十天中,八十天中,不好的全部去掉,是吧 可以吗 你只要有决心好了 你只要有决心,你就求菩萨保佑 去掉去不掉,这是另外一个事 但是你要有这个决心要去掉,明白吗 嗯,那等下体学好了 哈哈哈哈 许愿嘛就好了 嗯 好吧 看许球掉了,许球清除掉了 哈哈哈哈 哎呀,你要是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那你在人间就待不住了 因为你很干净了,你就用冰气球一样,你就直接飘上去了,你就走了 啊 还有业照吗 哈哈哈哈 你如果全部洗光了,你没有业照了,你就上天了,哈哈哈哈 提早上天了,哈哈哈哈 没有,提早 那叫烙印啊,不是就这样了,我就在洗,那叫烙印啊 烙印 烙印 用酒精还是用棉花洗啊 哈哈哈哈哈哈 洗得完吗 啊,你说洗得完吗 哈哈哈 洗不完了 就像,就像你这种人,你说洗得完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不完了,太多了,烙印,不好就太多了 哈哈,不好太多了 还在一大池带里面了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哈哈 好啦,好啦 哈哈哈哈 哎,拍檔 没有,那个同学在我帮他打你的图端,我打,你也是得打 不过他的,他好像要吵,好像吵到眉毛了,跟你问,问,问一下问题吗 你问啊 可以问吗 可以问吗 你问啊 可以问吗 可以问吗 你问啊 你问啊 他就講一下就可以了,他感情問題了 可以啊,他就一直比人的養女的 師父的弟弟看他的感情 現在他的感情影響了同時出現的夫妻關心 因為他怕斷養傷個人的會命 許師父看下,幫他開示一下 看不到女兒去開示一下 你講的話,聽都聽不見 下次再講吧 你再跟大家講一講一講吧,開板 問題我聽不見的 火燒眉毛啊 火燒眉毛趕快拿點水啊 把那個眉毛,把火滅掉 明白嗎? 因為把眉毛燒掉了不好 沒有眉毛以後,要化起來就麻煩了 所以最好不要讓火把眉毛燒掉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再見啦 太開心 太難了 這個講幾句好了 後來他 他等著突然電話 我用火燒眉毛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就聽到你說火燒眉毛 我說趕緊拿點水 把眉毛上的火熄掉就好了 其他我聽不見 不知道他說什麼 可以,我再講一下 他講你,你看要等 你回,如果看竹灯沒有關係 回答一下,下次再打竹灯 對他先回答一等生 開等要生 七十九雷的那羊女 羊的,師父的弟子 考察的感情 現在他的感情影響了 傳出師兄的夫妻光系 因為害怕撞臉上這輪的壞命 請進去看一下 等師父開水俠的歌 叫他多念姐姐這麼就好了 叫他多念姐姐做 嗯,好啊 你曾念七十八遍 七十八遍 七十八遍 嗯,七十八遍 好啦,人家 人家現在打電話進來說 不要讓這個人再講了 啊,你看看看 你講了太多了 好啦 人家現在打電話 聽眾打電話來說 不要讓這個人話都講不清楚的人 多講了 好 好啦 你要是不講 你現在不想做自己話都講不清楚 你趕快掛電話 嘿,太太,幫我解一根風聲 好啦,沒有時間啦 下次吧,下次吧 好啦,下次下次 好,下次再見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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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次再見 再見 好玩的 喂 語言有障礙 就是說明上輩子 我說語言有障礙的人 說明上輩子整天晃雨啊 呵呵呵 聽得懂吧 嗯 好啦,講吧 喂,師父 你好 喂,師父,您好 師父,您好 師父,您好 好,師父 師父,我太高興了 哎呀,過年有這段新鮮一直上榜 我想給師父拜年都沒拜 啊 祝福師父 新加坡法會圓滿順利 救渡全世界的有言政生 華喜生滿 師父 好 師父,我太緊張了 那個,有個同學 有個同學上講的時候 感覺到是台南法神在開始 請師父給看一下是真的嗎 我給您讀一下 好 修心 最重要的就是誤 誤其道理 改其行為 方為修心 修心就是把誤道的道理 運用到生活中去 用佛法去解決人生中的問題 簡單的說 就是佛法生活化 當你學了一段時間之後 還沒有誤出來修 修心的方法和方向 那就不是真的修進去了 連基本的問題都處理不了 就是沒有開悟 沒有開智慧 師父有的時候說你們是傻姑娘 其實不是真的說你們傻 其實是說你們不開悟 修心要真修 表面的學佛人做不得 沒有一點好處 自己看不清自己 以為自己學得很好了 大家都很尊重我 但是現實呢 師父怎麼看你 菩萨怎麼看你 記住 捧你的人就是要毀了你的人 這是真的 雖然你們聽不懂 一個人被大家捧的習慣了 就會沒有菩萨 只有自己了 大家因為沒有開智慧 看到別人很尊重你 看到別人很尊重你 你看看看 聽不見了 你 這電話線不好真的 喂 都會跑來一起 你聽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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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的日子在後面呢 師父不是給你們講過 一個企業的高管從來沒有人說他 永遠都是他說啥是啥 嗯 聽聽不見 哎 剛剛前 剛剛前面斷掉很疼一段時間 現在怎麼樣師父 現在好了 喂師父 你從那個 你說 哎你說傻姑娘這裡 喂 啊 啊 你這樣好了 師父你聽到哪兒呢 你從你從傻姑娘後面這裡念起 哎 聽到了 嗯 好好 嗯 師父有的時候說你們是傻姑娘 其實不是真的說你們傻 其實是說你們不開悟 修心要真修 表面的學佛 做不得 沒有一點好處 自己看不清自己 以為自己學的很好了 大家都很尊重我 但是現實呢 師父怎麼看你 菩萨怎麼看你 記住 捧你的人 就是要毀了你的人 這是真的 雖然你們聽不懂 一個人被大家捧的習慣了 就會沒有菩萨 只有自己了 大家因為沒有 開智慧 看到別人很尊重你 都會跑來一起捧你 把你捧的呼呼悠悠的 然後完了 後悔的日子在後面呢 師父不是給你們講過 一個企業的高管 從來沒有人說他 永遠都是他說啥是啥 突然有一天 他的決策 導致了 計畫徹底的失敗 結果 我見到師父 跟師父說 如果我的身邊 要是有像師父一樣的人 說說我 跟我不一個意見 我也不會到今天 所以可見一個人的追捧 可以害死一個人 不要驕傲啊 都是來學菩萨的 都是來修心的 要目標 看著師父 看著觀世音菩萨 看師父 什麼時候驕傲自滿 記住 自滿為意 意呀 一個杯子 水已經滿了 就會網出意呀 這樣不行啊 多少優秀的公修祖 弟子 最後 皆是因為大家的追捧 錯失了會命 你們回不去了 不可以呀 師父開誓 你們要如履薄冰 修行真的不可以馬虎 開智慧是重中之重 不開智慧 度人也會傷了人家的會命的 比如 你根本就不懂這個道理 你以為你是學佛人 你熱心肠幫助他 度化他 結果講錯了 人家看你們學佛人怎麼這樣啊 以後有修為的人再度都度不了了 所以必須要開智慧呀 白化佛法是基礎佛法 是融會了菩薩的慈悲和願力 雖然表面上是我在講 但是實際上是觀世音菩薩在講 有的地方你們看不懂就多看幾遍 千萬不能互弄 修行是給自己修的 不是給旁人修的 別人稱讚你再好 但是你修不出去 也是白白來了人間儀式 這儀式你們要是出不去 就是真的可惜了 過多的話 我在這裡不想多講 師父是希望看到真修實修的好 孩子不希望看到大家騙我 我很慈悲 不願意揭穿你們的小心機 但是記住 你欺騙的永遠是你自己的會命 佛菩薩的神童都是用來救人的 並不是用來揭穿你們的 所以今天你們這些孩子 記好了 從今天開始 你們重新審視一下自己的內心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修 如果自己覺得你每一天的作為 跟觀世音菩薩的西方獨樂世界匹配 那我恭喜你 是我的好孩子好弟子 如果誰還在做表面上的功德 天天被追捧而開心 那麼下一個離開的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會命 好了 祝願大家學佛精進 新的一年重新好好修 修好自己的會命 悟出佛法的道理 讓我們一起精進的登上觀世音菩薩的大法船 我帶著你們揚帆出海向西行 法船開到極樂上 哈哈哈哈 最後師父做首詩 法體充滿觀世音 慈悲普度 有緣人 人間多少煩惱事 心靈法門 傳佛隱 哈哈哈哈 六個哈哈 師父 哈哈哈 這個人是誰啊 這個 這個人能夠 能夠知道師父法 法生的是誰啊 這小鴨都厲害啊 男的女的啊 喂 女的 我告訴你啊 這個人厲害啊 這個 這個 百分之兩百是師父講的話 這兩百 百分之兩百師父講的話 你趕快把它寫出來 啊 師父 這是我接受我的師父 啊 你接到的啊 那你 沒師父你聽見了嗎 啊 我接的啊 那你很厲害了 那你已經能夠接到師父法生的講話了 這個話嘛 裡面哪一句不是師父講 而且很多事情 我都是內部講的 那個 有些話我都根本沒對外講 而且這兩天你就知道 我們東方電台那些小孩子 李叔叔小孩子有一些麻煩 所以我就講他們這些話 你看全被你接去了 你現在知道 人的氣場能量都可以轉接的 知道了嗎 然後 知道 我告訴ping你 知道 我知道 師父 我跟你 知道嗎 气场啊 现在明白了吗 喂 嗯 就开悟了就能 能写到吗 我也不知道我师父 喂 你说说看这些话你写得出来的 师父 你说说看你这些话讲得出来的 喂师父 我问你 我写不出来师父 我讲不出来 我是看完一篇 师父 明白 师父那我提几个问题好吗 讲吧 我提几个问题 修心最重要的就是 物其道理改其行为方位修心 那请问师父怎么 物其道理 明理之后才能把行为上 更好的做到 如何改呢 开悟了吗才能改啊 不开悟怎么改啊 嗯 你从意识当中都不开悟 你怎么会在行为上改变你的自己的行为呢 这还不懂啊 你嘴巴里修得 长得修得再好 你心里不改 你心里不改 你没有悟性 那你说你行为上会有开悟的行为不啦 你今天嘴巴里说要做好事 你心里没有真正知道做好事的意义 你说你的行为上会做好事不啦 不会 必须得嗯 你表里如意 嗯 好了 对吧 嗯 师父我明白了 那个我再 再问一个问题啊 当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没有悟出来修行的方 方法和方向 那就不是真修 那请问师父这里说的一段时间是否有一个就是说时间段一年或者半年呢 还是需要我们经过一段的具体时间看看自己修行是否有进步来调整自己的修行方向呢 这是根基 嗯 根基不好的 一辈子都开悟不了 根基好的人一个月一星期一天都能开悟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懂了 师父下一个问题 记住捧你的人就是要 毁了你的人 请问师父别人捧我们时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去除功高我慢呢 人家捧你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 因为你喜欢 所以你就不会 有这种防范的心 人家说你好 你说谁会防范呢 人家说你不好你就防范了 这是一般的凡人所作为 凡夫属子 如果真的有智慧的人 只要人家在捧你你就要当心 对不对啊 人家说你不好的话你就要开心 对 对 对 你不叫开悟啊 我看你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能见到师父这么多气场 还能见到这么多话 你就是把昨天这两天师父想说的话全被你拿去了 吸收进去了 好了 这个师父 师父是我在看那个台长的白话佛马看完之后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形成 我想写一个那个自我的分享 然后结果我这一写我就是感觉是师父在开始 因为我看这个这些话都不是我写的吗 然后最后我那个就一 说做事还有那几个哈哈笑的时候 往我就是一年当中我就看到台长的法声跟关事人谱了 然后就在我们家佛台上在笑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之就好好寻 然后师父我在问这份问题 就是记住棚里的人就 讲呀 师父请讲 那那个就 就是说 当我们从表面上看到一些师兄修得很不错的时候 那我们在赞赞的那时候怎么把握这个度啊 人家说你好 你不能阻止人家 人家说不就说了 不要听进去就好了嘛 人家骂你 你也没办法阻止人家 哦明白了 你不要往里边听进去就好了嘛 很多人怎么会的 被人家捧啊捧啊 捧到来自己不至天高地厚了 以为自己在人间就是菩萨 以为自己就是佛了 很多高僧大德被人家捧啊捧啊 捧到最后不至天高地厚嘛 结果我们就 偏了呀 修偏了 听不懂啊 依法不依人啊 你比方说你今天讲师父这么多的话 不是说师父 讲师父讲出来的话 哪怕你今天刚刚传达出来的是不努力不努法的 那也不是师父讲的 也不是师父 听得懂啊 不要任他做老师 如果这个话讲出来 不管是谁讲的 只要刚刚讲出来那批话 这个人就是如理如法的 你就可以跟他学 听不懂啊 什么烂电话 听不懂师父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不讲话的 我再下一个问题 请问 怎么样才能 那个跟 哦 讲讲 师父 能能听到吗 请问师父 嗯 师父 喂 能听到吗 师父 师父 喂 我就让你讲啊 你就继续讲啊 那个 请问师父 嗯 嗯 师父 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才能跟 跟关心仆的西方极乐世界匹配呢 嗯 如果才能不断进步 达到这样的作为呢 你说你 你匹配不啦 师父 你说你哪年哪月会匹配啊 你心要像佛 像菩萨 你做到什么像菩萨啦 做到什么心像佛啦 你哪辈子来能匹配啊 嗯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就不断地修 明白了 话都讲不清楚 好 你怎么度人啊 如果师父像你一样 你告诉我怎么度人啊 我跟你一样 话都讲不清楚 我要跟大家开始两句啊 大家要跟着路台上 学性灵法们啊 大家要匹配跟父 坐在一起啊 话都讲不清楚的 大家跟着我学啊 我准备拜你为师 跟你好好学了 哈哈 你看反应 你看慢着嘞 反应慢着嘞 哈哈哈哈 师父平平的嘞 哈哈哈哈 你好好动脑筋啊 师父 要多学 多看 多练 讲话们要多练 脑子们要多动 嘴巴也要多练 心态要多学 明白了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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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鸭子叫 然后 你看看看 你看看看 智商绝对有问题 师父 我再问个问题 就是有 师父 我再问个问题 有一个女同学 结婚十年 然后闹离婚十年 男的在外面 就是桃花不断 然后 这个女同学 每天念八到十张 小房子很精进 然后 但是女同学 她不想离婚 但是男的在外面 跟小三已经一直 过上很多年了 然后 想请师父 开示一下 她就是 不知道这个 婚言 是应该 果断一下 还是 就是 就这样 随缘 男法人的意思 想要 离婚 这个意思 我想请师父 开示她一下 这种我不能讲的 随缘 喂 因为婚姻有缘分的 随缘 一切都随缘 她如果还有婚姻 她就不要离婚 她没有缘分了 她只能离婚 明白吗 是的 好了 听懂了 师父 我再下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 同学 别儿 同学 春节 那个出游 然后她的老公 带着四岁的儿子 进大型的游乐场玩 然后同学 没进去 在车里念经 她就睡着了 梦到儿子 远远的 站着不动 大声呼喊 儿子鼻井井的 就倒下来了 梦中同学 自然自举的说 要给儿子 念四十九遍 大美洲 和四十九遍心情 然后等儿子 出来之后 然后开始 苦闹 同学 就是念完了经之后 这边儿子就有点好转 然后 然后 许愿念小房之后 回家了以后 就一天到晚 就在苦闹 请问师父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 应该怎么做呀 然后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上完游乐场 玩完了 回来 孩子就 就不太听话了 哭闹 灵气 外面碰到不好的灵气了 那么 这个自画自作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谢谢大家